7月25日,第二届中非和平安全论坛部长会议 以视频方式在北京成功举行 习主席向本届论坛致贺信 强调,中非是风雨同舟,守望相助的好朋友、好伙伴 好兄弟 中国始终秉持正确毅力观和真实侵诚理念发展对非关系 愿同非洲朋友一道 坚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 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 维护国际公平正义 推动落实全球安全倡议 构建新时代中非命运共同体 习主席贺信引发参会人员广泛共鸣和舆论热烈反响 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魏凤和出席会议并做主旨发言 来自非盟和非洲50个部长级领导和高级代表出席 并围绕论坛主题加强团结协作实现共同安全进行了探讨 本次会议主要有三个特点 一是增进了理念认同 双方均认为 在国际安全形势复杂深刻演变的大背景下 中非应携手落实全球安全倡议 共同维护世界和平安全 二是加强了战略沟通 双方均表示 愿共同维护国际和地区和平安全 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和发展中国家安全利益 三是凝聚了合作共识 双方探讨了深化务实合作的思路举措 强调要落实好中非领导人有关共识和各项行动计划 推进中非和平安全合作 提制升级 站在构建新时代中非命运共同体的历史起点上 中方愿与非方一道 密切战略沟通 加强装备技术合作 深化海上连演连训 拓展专业领域交流 推动中非和平安全合作 不断走深走实